国政物边国习候选人拿督王赛之今天召开记者会喊冤 事关在2015年的云冰不选 他针对消费税发表的言论 被记者错误诠释为华裔最不应该反对GST 时隔三年之久 这一则报道这两三天在网上疯传 王赛之强调当年有关报馆已经承认错误诠释他的言论 并刊登了更正启示之歉 因此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殊不知这则旧文在网上疯传 一个叫做Vincent的人 我们现在的这个课题就是 他明知道这个是一个假新闻 明知道这个课题已经当时 中国报已经非常明确的 就是公开的澄清和道歉 但是今天他还是利用网络的这个资讯来炒作 重新炒作这个假新闻 来对我做出人身攻击和磨黑 王赛之的候选人代表罗良信透露 截至昨晚为止 有关报道被转发了超过一万次 并累积了将近三千个留言 他们怀疑这是红豆兵所为 还有调查我们发现到这位有幸人 他有此以来都是在网络是 是一直在放出一些对国政很不利的新闻 就是有幸要磨黑国政的候选人 还有他的这个时间 他的timing 就是在这个竞选时期发出来的 很明显就是他是绝对是要搞破坏 还有特地去磨黑我们的国政护选人 王赛之认为事态严重 因此昨晚向警方报案 同时会在二零一八年反假新闻法令下 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他也呼吁网民停止转发和散播有关假新闻 另外罗良信昨晚发现 王赛之的竞选海报 遭人用黑色马克笔化上了两撇胡子 昨天已经针对此事向警方投报 NTV7红美玲霹雳一报采访报道 拜拜 拜拜 拜拜